抓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學長 回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一種很棒的 夏日特調 叫做 Espresso Tonic 那這種飲品呢 其實大約在兩三年前 學長就在各大咖啡廳陸續的有喝到過 那第一次喝到的時候覺得很震驚 這個飲料可以讓咖啡的風味很大量的釋放出來 尤其在香氣部分 那又很消暑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種特調飲品 那 Espresso Tonic 顧名思義就是濃縮咖啡 加入通靈水就這麼簡單就可以做成這個特調了 那學長今天會為大家來示範 怎麼在家裡面就可以做出這個夏天的聖品 那同時學長也會跟大家科普一下下 什麼叫通靈水吧 那可能很多觀眾對通靈水沒有什麼概念 其實通靈水就是我眼前的這兩支 那這兩支我今天採用的是Fevertree 這是一個算是國際上面很大的一個品牌 也是很多酒吧的愛用品 那什麼叫做通靈水呢 就是其實通靈水是來自於一種素 叫做金基納素的素皮的萃取物 那這種素皮的萃取物叫做奎寧 那奎寧以前是被發現說 它有治療瘧疾的功能 瘧疾就是傳染病嘛 那在以前是非常的嚴重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英國的阿兵哥為了治療瘧疾 就會喝通靈水 那同時間呢 因為通靈水本身有一點點的苦味 所以呢它會加一些水果啊 一些糖啊去喝 英國阿兵哥呢就那個時候很流行喝琴酒 所以就把琴酒跟通靈水混合在一起 就延伸出在酒吧很常喝的一種飲品 叫做Gin Tonic 那通靈水呢這種飲料呢它本身的一點點的苦味 然後有一些香氣 譬如說像我今天帶來這兩隻 Fever Tree的呢 一個是地中海一個是古印度 古印度呢它就是甜度是比較低的 然後呢地中海呢這個甜度會稍微高一點點 這兩隻除了本身奎寧的一點點苦味之外 都還有一些其他的香氣 做在裡面 通靈水呢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本身味道並不是非常的重 但是可以很襯托飲料的主體 譬如說我剛剛跟大家講的琴酒嘛 加通靈水以後不但不會破壞 琴酒本身的風味反而可以彰顯 在咖啡上面也是一樣的概念 因為當咖啡呢加通靈水裡面的時候會發覺說 濃縮咖啡原本那種很濃烈啊 很濃稠的 有些人有點怕怕的那種強度呢 藉由通靈水的軟化以後呢 喝起來就會比較舒窄一點點 但是同時間呢你咖啡的風味呢 還是可以很徹底的不會被干擾的 被釋放出來 那第二部分就是關於那個通靈水呢 那有一點點的苦味 那這種苦味呢做成冰咖啡的時候呢 它可以讓你的口腔非常好的舒緩 那你會覺得口腔很乾淨喔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你不會有黏膩感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關於 通靈水裡面呢都還有一些些氣泡 那氣泡呢加到 Espresso裡面的 Crema 就是油脂的部分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可以讓 咖啡的香氣呢被包覆在我的氣泡裡面 然後呢喝起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那個香氣會在口腔裡面大爆發的感覺 所以這以上的種種呢 就是Espresso Tonic 非常迷人的地方啦 OK 好 那我們了解了通靈水的 基本概念的時候呢 接下來就開始進行我們的 示範環節了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通靈水 會選這個古硬度的 因為它的甜度比較低 搭配上Espresso的時候可以更好的讓Espresso的風味整個 展現出來 當然如果你喜歡喝甜一點點的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這一支叫做地中海的 地中海的Fever Tree 都很好喝 那我今天選擇這支 叫做古硬度的通靈水 好 那這支就先放在旁邊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 先做Espresso的部分 因為通靈水部分很簡單 加進去就好了 那我們先來做 Espresso的部分 Styresso呢 學長之前也示範過了 就簡單的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首先呢 我們要先磨豆子 那我們使用豆子大概是20克左右 那你當然你要選擇的是 淺焙豆或生焙豆 其實都很好喝 OK 生焙豆呢 你就喝起來會比較多的 口感的部分 然後呢 會比較多的焦糖甜 香糖香甜 那如果你用的是 淺焙豆的話 就更多的水果跟花香 其實我覺得都很棒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 淺焙的 豆子 因為我覺得淺焙豆子喝起來呢 更能夠讓 Explotonic的 表現呢 很迷人 好 那我使用的是 润的磨豆機 然後呢 我平常使用润的磨豆機呢 我是使用大概是 15左右 好 磨完以後呢 我們就 把它塞到粉盒裡面 好 那 那 Starray手呢 剛好 跟那個 润的 粉盒呢 很合 剛剛好 所以呢 就可以 完完全全用這樣子的方式 不用 用露豆 稍微敲一下 讓我的粉呢 完全進去 敲個五下 十下 可以看到 這粉呢 完完全全就進去了 然後呢 大概用手指頭這樣 撥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整一下粉就可以了 就這樣 拍一拍 讓它進去就可以了 很簡單 然後呢 好 把這個放上去 轉緊 然後水溫呢 你可以用滾水 或者是 95度以上的水 好 水大概到 120ml OK OK 就可以準備開始 萃取 Espresso了 真的很簡單 我們大約萃取 50到60ml的 Espresso 那前面呢 我們一樣喔 大概 壓個10到12下 你感覺到它有一點點 變緊的時候 就不要壓了 為什麼 就代表說你的粉已經 吃到了水了 然後等個10秒鐘左右 OK 那這個時間呢 你就可以稍微 先準備一下你的冰塊 OK 冰塊 大概 五六顆就可以了 OK 好 差不多10秒鐘 10到15秒 然後呢 就可以 繼續第二輪 大概1秒鐘壓一下 然後大概30秒鐘 把它萃取完畢 可以看到 濃濃的 Creamer 就做出來了 OK 不用太快 大概1秒鐘 以下 就可以了 然後大概60 50、60都可以啦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個就是 Starrifle的部分 濃縮部分 完成 可以看到 厚厚的一層Creamer OK 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放邊邊 然後呢 杯子呢 冰塊放進去以後呢 我們就 放入100cc左右的 通凝水 這是200cc的 所以我們大概倒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到一半左右 再多一點點 氣泡很足喔 可以看到氣泡非常的足 好 差不多一半 然後呢 剩下一半可以蓋起來 然後做下一杯的時候再使用 好 然後最後呢 把我的 濃縮咖啡呢 順順的 倒進我的 通凝水裡面 你會看到 上面有一層泡泡後 跟你的 Exploro做結合 然後呢 要喝之前呢可以先攪拌一下 攪一下 那我們的Exploro Tonic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 哇 真的超級好喝的 可以啦 咖啡的風味完全帶出來 那淺焙豆呢 的果酸還有香氣呢 也是 在氣泡的加持之下呢 會很有立體感 然後 Fieber Tree的氣泡呢 就是密度蠻密的 也蠻強勁的 所以喝起來 非常的舒服 真的對夏天來說 這是個非常好的飲品 非常好喝 那如果各位呢 今年夏天想要學一點 不一樣的 想要秀一點 新的咖啡劑的話 可以考慮 做做看Exploro Tonic喔 真的是 蠻酷的 而且真的很好喝 非常消暑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送主公約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可以再回答各位囉 那我們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